非美鲍鱼倒入热水后 三分钟起锅再用冷水急冻 新北市供疗的鲍鱼饱受中国鲍鱼影响 不仅价格下滑 还有15万台金卖不出去 那业者是不是都把这些心血都死光了 你们才愿意再来研究再来讨论 总是要有一个进出口 你要有个总量管制 没有管制进口 导致去年光是进口的中国鲍鱼 就有204万台金 是供疗鲍鱼30万台金的6点8倍 尽管没有供疗鲍鱼来得好吃 但中国鲍鱼价格低 一台金只要240元 市场失衡 让原本一台金450元的供疗鲍鱼 跌到只剩360元 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协同农委会紧急视察 提出新的灌制措施 针对我们九孔包主要的采收期间的 11月到3月 那我们会限制对岸的火体跟冷冻的鲍鱼 进口到台湾来 承诺替供疗业者严格把关 避免权益受到损害 三连新闻林俊华 光山宇 SNG小组新北市报道